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就到民調的題目一起來看 就是你滿意政府蒸發哪支牌照的決定 觀眾可用遙控器的招式或控制頭條 紅色是滿意 綠色應該發三個牌 藍色應該只是發一個牌 而黃色是無所謂的 民調的結果會在星期五早時事傳方位 跟大家一起公布和分析 政府跟進 菲律賓人質事件合不合當 只有11% 太軟弱就佔最多87% 太強硬是1% 只要不知道的是1% 市民覺得政府太軟弱 但是不是要做的都已經 香港那邊可以做有限 因為你要受制於整個中國外交的報告 好像你剛才所說 沒錯 報告很簡單 就是你要暫時無論先 因為你要friend一下 因為三中傳媒來到 你都要friend一下那些人 但是friend還friend 會不會因為你香港人質事件 好了 假設做一些比較激烈的動作 做完之後剛剛 剛剛黑強哥走去越南 談了北部灣合作 哇 嚇到彈起 原來你有這樣的事 你又散水 那我越南又怎樣呢 剛剛又說 去談所謂9加1 又說要做一些自由市場 自由貿易區 那你這樣做 你又在這裏 惡爺惡相 那緬甸怎樣 是不是越走越遠呢 再擔心就是 如果你再這樣做 那柬埔寨怎麼想呢 那印尼怎樣呢 你想friend的那些人都被你嚇走了 所以你不能夠 他現在北京的難處就是 有一個人羞辱我的 我的小小地區的領袖 但是我要表態 也不能夠太大力地表態 如果真的嚴重地表態 就神祖李克強 神祖李克強就不可以走廊 抓住亞基諾三世傾 神祖就滴到一間房間那裏 就是啪啪的 好像那個土瓜環 十四巴 十四巴一樣 十四巴都做不到 一巴都沒有 那大家也不能夠說 太高期望的意思就是 太高期望 希望中國政府幫你做些什麼 因為他面對的一個外交的需要 一個木輪的需要 一個比較長和的 所謂鄰近地區的安全的環境 和平之海 南海 才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內部的問題 內部問題都相當嚴峻 要不然的話 不用找他爸爸出山 還要悼念 這件事是很清晰的 如果大家把這些東西 放在整個外交格局的話 需不需要因為你在香港 我做一些制裁行動呢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 是不是將來有呢 不是說沒有 去年都試過禁止香蕉入口 是會有的 問題是 現在是不是需要用到這一招呢 這一刻 要不需要用呢 似乎看不到有需要 但是 未必等到上去這個層面 去做事的時候 民間 現在有些說法 可能新的外傭又停止輸入 或者經濟貿易上面 一些制裁的做法 做著才能否給到一些壓力呢 因為這些東西牽涉到菲律賓 港非關係 如果你做一定會知會北京 但是一問你就知道結果 第二件事就是 香港中產 我素來都很悲觀 香港中產有時發生 第一件事就是 移民散水 就不會留在這裡 香港中產素來 講究天下無敵 要你示威就沒有心沒有力的 出了名字 你去示威 甚至乎要制裁行動 第一件事就不是 顧你那個死傷者的感受 顧自己 那家裡哪個臭啊 什麼的 就是不要講到自己這麼偉大 有時很多人 講起面書講得很偉大 催老偉大 你真的做就沒有的 正如星期日 你叫他支持王維基 當然是多了 正如他堅持不發牌 正如陳后波堅持不下台 你對他有什麼何呢 每天面書就他下台都沒有用的 所以應該留意一下 應該是十二點鐘的記者之類 沒錯 同時明天就有行政長官答問大會 早上九點鐘 所以就時事傳方 我們暫停一次 我們星期五 星期五才再見 在梁振英那邊看我們 不是的 留意他講什麼 先聊到這裡 星期五九點半鐘再見 拜拜